市長加油 金融加油 请投下不同意票 这句市长加油 投下不同意票 让一旁的谢国良 显得有点尴尬 因为在投开票期间 公开支持的行为 可能已经踩到选霸法红线 有议员公开说错话 也有民众出现脱续行为 在七赌区的投开票所 有人盖完选票后 将票对折拿出 并在现场大叫 经过工作人员制止无效 随后又将对折的选票 亮出来 投票前夕 除了开票现场有状况 也有网友在社群 留下自己的投票倾向 结果竟被其他网友威胁 遭到威胁恐吓的还有山海公民 拆量行动联盟 一名网友十二号的IG粉丝专页留言 威胁罢免成功就要丢汽油和粪便 警方接获通报后不敢大意 查出这名网友是一名二十七岁 言姓男子 十三号一早将他带回道案说明 有选民被恐吓 也有男子投票期间刚好遇到较招 家长指控单位 不会主动让人返家投票 对此军方表示没禁止 而是需要主动提出申请 投开票期间 违规恐吓行为还真不少 但激情过后 面临的可是无情的法律制裁 TV新闻刘新卉杨齐 基隆采访报导